Hello Hello 大家好 聲音畫面有沒有問題 大家有沒有留意到達哥呢 雖然有近視、散光、視力問題 但也不肯戴眼鏡 為什麼呢 因為戴出來不舒服 所以這樣輕鬆自在 所以寧願看東西 蒙茶茶 我都是不戴眼鏡的 達哥已經來到澳門 搞什麼呢 受到這間VCASA的店鋪邀請 這間店鋪是澳門首間ZVE 賽斯ZVE時光專家 希望他能解決到我一些視力的問題 戴眼鏡戴得舒服一點 好嗎 事不宜遲 進去看看吧 Let's go Hello 你好 Hello 達哥 你好 我叫Rebecca 今天我受他們邀請來體驗 這個 My Vision Experience by Size 首先他會先了解我一些生活習慣 然後進行一個仔細的拆光 然後分析 進行中心定位 最後會因應我一些生活需求 推介一些最適合我 最適合我要求的鏡片 這部機器也好像挺厲害的 聽說還要很貴 不如馬上試試 事不宜遲 你先體驗一下吧 要麻煩你先把額頭輕輕碰住這個位置 是 OK 我們現在正式開始幫你驗眼了 你會看到現在有一堆英文字幕 可以讀到嗎 E-N-C-Z-U 非常好 今次的現眼過程 首先由這一部 Visual Core 500 開始 它就可以得出我眼睛的光學指紋 之後我們會去另一部機器 就是 Eye Terminal 2 進行中心定位分析 這個Visual Core 500 厲害之處 有1000個掃瞄點 除了可以拿到我眼睛的光學指紋 檢查到我多少度近視 散光之外 最重要是可以測到我這個高階像差 和日夜視角的差距 簡單來說 可以看到我的顏色 和光點的清晰度 剛剛我們幫你驗了眼 現在我們會再有一個深度分析 我們最理想 其實平時戴了環境之後 全部都是淺綠色的 最好就是淺綠色 但我淺綠色的位置是很少的 是啊 這個是日間的表現 我們會看回夜間 夜間你會發現 除了可能是淺綠色 還有其他顏色 紅色 就算我晚上戴眼鏡 也會有一些看得差的感覺 是啊 我算是一般人來說 日夜算是很差而超大的 都算是明顯的 你留意一下 左眼已經超過全球90%的人 但你跟我說左眼是主力眼 主力眼是比全世界90%差的人 所以你會比平時人更加明顯發現到這個問題 就像你說你看星星的問題 會看一些東西的感覺會散開了 拖眉的情況出現會比較明顯 現在才知道 為何人們經常發雞盲 打機 首先就是經常在夜晚直播 夜晚打機之餘 我又喜歡關燈 我想是更加配合日夜的差異 然後發現了我的 垂星的感覺應該是我的認知 就是跟散光差不多有拖眉 就是我差過全世界90%的人 其實我是在打機 我是在讓人 因為一例我平時不戴眼鏡 二例又在一個更嚴苛的環境下進行 所以我是在讓大家玩遊戲的時候 這次他們推介了 賽斯的Smart Life系列的鏡片 Smart Life這個鏡片 作為賽斯亞 專為數碼生活的視力需求 而設計的高性能鏡片 有甚麼好處呢 它就是有光學動態的技術 可以令我在數碼螢幕 和現實生活之中的視覺需求 切換得比較順暢和敏捷 從而令到我的視野更加開闊 打機更加好 可以一眼觀測 而視光師還提了我一件事 就是因為我經常打機、剪片、對螢幕 它就說可以加上一個防藍光的功能 在裡面 它說對我的眼睛會好一點 看東西會舒適一點 我也是這次驗眼才知道 原來鏡片除了要考慮是否輕身、薄身之外 還要考慮年紀 隨著年紀的增長 原來人類的眼球會不斷改變 瞳孔的大小都會有變化 連用眼的方式都會改變 而Smart Life系列的鏡片 最厲害的是它有年齡智能檢測的技術 它會把不同年紀的眼睛數據加進去分析 所以就有年輕人去到老人家 都適合配Smart Life系列的鏡片 大博你是不是帶了你的眼鏡過來 是的 沒錯 之前已經買了一副眼鏡 特意來配新鏡片 交給你 待會幫你做一個中心定位 那什麼叫中心定位 其實鏡片雖然是透明的 但是它當中會隱藏很多數據 中心定位之後 其實它會隱藏的數據就是同距 就是我們眼之間的距離 每間的距離都不一樣 有些人可能左右眼距離都會有一點不同 簡單來說 講這個中心定位就是 找你瞳孔症中心的對焦點 來做這個鏡片 這樣就會看得清楚一點 是吧 原來這個Smart Life系列的鏡片 就可以自由選擇去個人化 customization和upgrade 用了這個Visual Core 500 驗完眼之後 你就可以用這個賽斯的 Eye Technology的技術 加入鏡片 它會依據你眼睛的光學指紋 去度身訂造你的鏡片 智光師就說 如果用了Eye Technology技術之後 我的看東西的顏色會更加鮮豐富 看東西更加清晰 可以改善我日夜的視力差距 散光的問題 是這樣的 不用問 當然是用最好的 我就選用這個高級 個人化 8個釘劑板 選了一個漂亮的賽斯鏡片 當然要配上一個漂亮的鏡框 聽說這裡就有很多 日本手造的漂亮的眼鏡框 我們先看看 先看看 好了 今次來VCASA的視力體驗 差不多到達完 配上眼鏡 又選了鏡框 現在要等的 就是等他們弄好我的賽斯鏡 眼鏡 寄到香港 再跟大家分享我的用後感 我現在就去澳門繞個圈玩一會 就這樣 待會見 拜拜 好了 其實我配好這個眼鏡 拿回來 實際使用了半個月左右 我第一部的感覺就是 這個外形 我覺得塑膠框 又帶少金屬 高貴得來 又QQ的 又Casual 我覺得平時很方便 我戴有些不同的感覺 這個底下 造型英俊 第二的感覺是什麼呢 就是它夠輕巧 就算膠框 都不會夾得很緊 就不會頭痛 這件事 對於我這類 平時很怕戴眼鏡的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怕頭痛 這樣就解決了 我戴了這個眼鏡之後 我的眼光 紅筋 很多淚水等等 大幅改善了很多 就是眼睛 精神亮晶晶度的持久力 提升了 這個眼鏡 就有這個抗藍光的功效 令到我長期打機的持久力提升了 打久一點都沒有那麼疲勞 大概是這樣的好處 我感受到 如果想聽得更多 就要等我再打久一點 所以現在 當我要進行一些 高精密操作作戰 打機要表現超水準的時候 我都會盡量佩戴著這副眼鏡 你也想佩戴著這副眼鏡嗎? 很簡單而已 只要來到這間店舖 然後說出暗號 幫達哥拿眼鏡 無論你是香港的朋友也好 澳門的朋友也好 全世界 只要任何人來到這間店舖 說出這個暗號 你也想有折扣優惠 那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那我的戴眼鏡和配眼鏡之旅的分量 也差不多了 就這樣先了 完